大家好,歡迎來到小廢小屋 就快要過年啦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生日的時候 朋友送我的五年歡樂組合包 裡面有一些好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我收藏的紅包袋 有很多生肖的 先來介紹虎年歡樂組合包 它裡面有一些幾包餅乾 然後它是爽爽冒化的土 然後它最近有新人物叫小老虎 很可愛 然後它這裡面除了餅乾 它還有一個造型的帆布提袋 以及造型座墊 然後座墊有三個圖案 先來看一下這個造型帆布袋 然後餅乾都放在裡面了 而且它是 而且它正面的圖案是一隻 驚訝的老虎 小老虎 很好笑 然後它厲害的是它其實背後的圖案 是不同的 它後面就是爽爽貓啦 然後它的人物特色其實都很像 它都是一邊的眉毛而已 小老虎也是 它裡面有 奇多 兩包奇多 兩包多利多汁 然後洋芋片有三包 突然多了很多餅乾可以吃 然後還有這個造型做墊 它是有三個圖案隨機出的 都蠻可愛的 有老虎的打瞌睡 鮮奶藥 然後這款它就是有 爽爽貓跟小老虎兩隻都有 這個還不錯 不過它是粉紅色的 比較少女一點 這圖也很可愛 我之前已經拆開過了 我拿到的是 粉紅色 是爽爽貓跟小老虎兩隻的 很可愛 然後還有愛心 樂士 爽爽貓 小老虎 剛好我住屋處它有附一個鐵椅給我 也就是我現在坐著的這個椅子 然後冬天有時候就會比較冰冷 剛好這座墊就可以放在上面 算蠻實用的 也很剛好 再來要來介紹我收藏的一些紅包 大部分都是圖案還不錯 然後或是一些有意義的 然後也有一些是銀行或是廟宇的 廟宇的大部分都是裝發財金一塊錢那種 那些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大概類似像這種 這是大眾廟2018 好像是購年 首先是這個 燒燙燙剛收到的紅包袋 它是我朋友從基隆寄來的 果汁寄來的 然後它是兩隻老虎 非常的 壯碩 有點胖壯胖壯的感覺 然後很可愛 上面還有帶一朵花 它脖子這邊還有寶貝球 神奇寶貝的 柴圓 浮虎身材 非常可愛 它柴的這隻手上還有珍珠跟鑽石 然後它前面是一個錢幣金幣 然後圓的這一隻 它前面是一個月老的那個袋子 還有紅線 非常的有創意 再來一次這個也是很應景的虎年行大運 然後是一隻老虎 坐在煙火上面 鞭炮上 它是燙金的 然後是月之美術館 就是它有活動 打卡送的 然後現在月經港登記也開始了 之後應該會去再拍給大家看 很閃亮 再來是牛年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隻滑得很美 整個設計很漂亮 也是燙金的 牛年大吉 2021 然後牛年還有這一個是 我在生活倉庫有買東西它送的 非常可愛 是一隻牛 拿去啦 然後給紅包 它還有另外一個圖案也很讚 我那時候上生活倉庫是買我朋友的生日禮物 我那時候上生活倉庫是買我朋友的生日禮物 它上面有很多創意的東西可以去逛逛 牛年的紅包還有摩絲 因為很常吃摩絲 所以那時候送的 然後是牛 它有三個圖案都不太一樣 很日本 然後這應該是漢堡 拿著一個春蓮服 然後背面小小的不同 牛年之後再往前一年是鼠年 然後這個是我也是愛買的牌子 無印良品 簡簡單單就蠻有質感 它比較偏暗紅色 然後顏色淡淡的 再來是我也很常去的湯姆熊 這就是有錢幣 元寶 然後跟熊 很金 金光閃閃 然後另外有牛年的 恭喜發財 然後是燙金的 然後鼠年我也有拿到 這隻可愛的老鼠 然後鼠年有其他的 就比較素的 然後它上面的圖案也不太一樣 又熊又湯 湯姆熊 再來是聖伯殿的 不曉得是因為豬年所以豬 還是因為它賣豬牌 所以是豬 反正就很可愛就是了 錦賀新年 上面有一個豬鼻子 再來是雞年我朋友它畫的 賀年卡 非常的可愛 然後它字小小的 招財勁寶 絲愛運轉 蛛絲大雞 福壽雙拳 然後因為它本身是設計師 所以它卡片整個設計得很有質感 然後也很有它的風格 還有它雞的 下巴的肉錘 特別大 然後還有一個字 因為它的外號是 青色美工 很有它的FU 所以這個我也有好好的收藏起來 話說我以前也是會自己畫一些賀年卡 寄給我的朋友 不過我已經有幾年沒有畫了 最近應該會再充實畫筆 再開始繼續畫下去 所以明年豬年有機會 會送大家賀年卡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這一個是我朋友 凱文送我的紅包袋 上面的樹葉是它自己畫的 它也蠻會畫畫的 它畫很多圖 蠻厲害 然後它是寫一些祝福的畫 它住 欣欣向榮 然後 貼圖大賣 話說我賴貼圖已經 很久沒有出了 看接下來會不會 有機會再來出一下 再來這張是貼著 是我朋友之前送的 好像是它設計的 它剛好也是一位設計師 然後都很符合過年 感覺很好用 數錢數到手抽筋 減肥這事明天說 加薪加到爽 吃土吃到飽 借前面彈 我說的算 很可愛 最後還有幾個 比較不是生肖主題的 紅包 但也蠻漂亮的 這一個 很漂亮 還有蝴蝶 美美的 然後是麥當勞 福氣滿滿 好運到 過好麵 這個是狐狸尾巴的 是飲料店的 好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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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這兩個 紅包袋 它是煙火的圖案 然後是我朋友之前在 嬰幼兒用品 上班 他們送的 也蠻漂亮的 紫色的 以上就是新年主題的相關介紹 然後 虎年歡樂煮的包 其實還蠻適合拿來送禮 過年可以送給朋友 還不錯 有餅乾 然後也有可愛的東西 另外就是我的 紅包們 以後應該會 越收越多吧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 再見囉 掰掰 祝大家新年快樂 快來訂閱 除了一些 奇妙 有用 無用的收藏 還有一些 日常耍廢紀錄 和一些 小遊記喔